大家好,我是郝广财 又到了我们世纪今日的时间 今天10月11号要讲什么故事 今天要讲的是詹姆斯巴里的故事 詹姆斯巴里是一个重要的剧作家 也是一个重要的作家 他写过一本最重要的书 就是Peter Pan 在1911年10月11号这一天出版 而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来自于他的剧 他的剧当时在伦敦首演的时候呢 还有特别的安排 为什么呢 他怕大人那个童星 已经凝固了 被水泥封处 不容易放松 所以特别在演的时候呢 安排25个小朋友 坐在大人的之间 所以小朋友一开心呢 大人就跟着情绪调动起来 因为剧一开始就出来一只狗 就是詹姆斯巴里的牛芬兰犬 不是真狗哦 是人扮的 所以很好笑 哎 小朋友一下就笑了 所以大人就跟着放松了 其实这个剧呢 是怎么来的呢 是詹姆斯巴里跟三个小朋友玩出来的 他当时常常带他的牛芬兰狗呢 到公园去散步 碰到了戴维斯家的三个小朋友 就是保姆会带这三个小朋友在公园玩 啊 看到牛芬兰犬这么可爱 就上去玩了 那他跟这些小朋友变成好朋友 从跟他们玩乐之中 慢慢把这个剧编出来 还有他把自己的人生放进去 为什么会有Neverland 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呢 其实跟詹姆斯巴里的伤痛有关 因为他的哥哥13岁的时候溺水过世 他妈妈就怎样 卡在那个悲伤里出不来 他妈妈甚至常常呢 以为他是他哥哥 所以詹姆斯巴里很希望 他可以呢 变成哥哥 然后怎样 得到妈妈的爱 所以他最后写了一个 永远长不大的小孩 就是这样 小孩要在那个Neverland 永远长不大 所以整个其实在讲呢 人怎么找回那个童心 还有怎么保持那个童心 还有天真的童心 对这个世界有多重要 所以Peter Pan也就是一个重要的小说 我们今天呢 就是来看这个故事 让我们知道 詹姆斯巴里是用什么方法 把这个伟大 而又天真浪漫的故事 创造出来的 好 那么 我可以带我 点击 我可以带你 试试 我可以带你 我可以带你 你带你 我可以带你 带你 我可以带你 感谢观看